新鲜台各位观众 叶维俊医生 多谢叶维俊医生 大家有追过我们台的老友 叶维俊医生跟我们谈了很大级 有关性健康知识 叶维俊医生 在臂尿外科里 是否性功能或性健康 大家朋友会找到臂尿外科 通常在臂尿外科有一个小分支 就是男士科 男士科通常是男士性功能 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 如果男士功能有问题有疾病 最常见是勃起功能障碍 我们不会用以前的很难听 无能、不举那些名字 因为这是以正视听的意思 只是一个勃起的问题 而不是个人什么都不行 很无能、很难听 第二个我们说常见的 就是男士很快射精 叫做早舌 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其他较为少见的就是不能射精 或者缺乏性欲 这些较为少见的问题 所以两大凡最常见的 就是说勃起功能障碍 即是说男士功能压不了 也不维持不了 以及早舌 这两个问题 乃比先生逐个和我们破解一下 内部的迷思 实际上是勃起功能障碍 想起来是老人家的东西 是否只是老人家专利 还是不是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首先讲一个定义 勃起功能障碍 其实当男士进行性行为时 男士器官的阴景 不断降不起或是很差的硬度 这是第一 或者是另一个 或者是他降不起 有硬度 但很快就远了 完成不了事 这两个也是叫做勃起功能障碍 但我们首先要讲一个时间 不是说某个人 某个男士突然有一次 就叫做勃起功能障碍 我们就说 如果你在三个月内不断的情况发生 即是说你多过50%的机会都不行 那就真的有个问题 这叫做勃起功能障碍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勃起功能障碍的定义 首先要有了定义 我们才可以去处理问题 当然了 刚才你所讲的 我们说勃起功能障碍 究竟是什么原因 有分了两个 一个就是生理 什么是生理 真是有病 我们知道糖尿病 高血糖破胃成 因为血管 便影响男士气管 或者胆背唇 便没有血液 这些是生理 亦是说心理 心理 经常觉得我不是很好 我不行 或者对于伴侣 有些觉得不开心 这就是心理 心理多数是年轻人 如果是生理的问题 多数是年长 我们知道 其实随着年纪 多糖尿病 多血压膏 破坏血管 多胆胃唇膏 背起功能障碍 便会增加了 一听到这些 大家在老可里面 一定走了个字 一是伟哥一是伟仔 这些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所谓的方法 其实是 这些 威仪降 纽威大 西里士 或更有新的药 将来 令到男士的阴症 血管膨胀 令到他可以完成任务 但有很多人误解 会否有些药 一吃了会症患 会症患 至20岁 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到年纪大了 你的机能都会变差了 等于像血压高 你的血管 用了性五六十年 血压高 压力增加 弹性差了 你要吃药才放松 一不吃药 便会血压高 比较 男性功能 现在不太好 一定要吃药才能改善 便会变成功能 如果不会有些药 吃了药 一星期便会症患 到二、三十岁 这样的表现 即是有些人 不要当他春药 吃了之后 可以十次 那些又不是那些 是的 这些误解 其实这些药 不是提高一个人性的兴趣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些叫春药 而我们的起步点 就是当男士觉得自己有性的需要 但男士的器官反应不了 我们才觉得你吃药 便可以改善你的功能 不是提高你性的兴趣 好 很多这样的情况 刚才叶医生提到一件事 年轻人都会有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有没有心弱医 其实心理问题 如果是早二十年前 我们多数会转介去心理医生 多数是什么心理问题 当然很多事情 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理 特别在性的方面 例如工作忙碌 工作压力大 回到家都没有心机 所以对性的兴趣便差了 男士喜欢的反应便差了 或者是一些 和伴侣感情上的关系 例如转差的 你发觉兴趣差了 便不会有那个反应 其实心理上 是有很多问题 包括经济 前财 关系 以及很多人士复杂 这些都会影响到 一个年轻男士的性的表现 以前我们通常都转介去心理科 但现在发觉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给男士的用药 希望他能改善功能 他自己的心理调节 这也是一个可以行的方法 可能是有些必须的东西 他觉得能力就能力 不是安慰剂 我们真的让他让他吃 他吃回 他能做回 他会有信心 可能会改善 我想问一下 有时有些男性 有一次要去威胁 于是便吃一些药物 但会否长期来说 其实可能没有需要 但会否变成一个依赖 或将来不吃不行 会否变成了一个误误的事情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觉得 一个男士的性功能正常 其实没有需要吃这些药物 有反应便有反应 如果他觉得吃了药物 会比较劲 也是错的 其实你自己可以完成任务 你自己可以完成 不会说吃了这些药物 比较夸张或厉害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但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如果你吃了这些药物 你可能在心理上 会觉得 我吃了药物会更好 到时 那个男士是正常的功能 但你可能说 我今次不吃 没有大药物 没有大药物 其实就搞坏了自己的节奏 搞坏了自己的心理 明白吗 所以我们完全不建议 一个正常的男人 去吃这些药物 他根本自己可以进行到性行为 便不需要吃这些药物 反而你吃了药物 你可能心理上便会依赖了 明白 说了这么久 都是男性 有没有女性问题 女士都会有性功能的问题 但香港女士较为保守 很少去看医生 我们通常说是最常见的 第一 就是性冷感 对性无兴趣 第二 就是当他行防的时候 因为他觉得有痛苦的时候 他的阴度收缩 就变成了很难进行这个性行为 这些其实都不是不常见 都会有的 只不过是女士较为害羞 很少去看医生 你有很多医的呢 其实也有的 例如说阴度竞联 例如他说每一次 他有男士想进行防治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阴度会痛苦 当然首先要去检查 看看他有没有妇科疾病 有没有炎症 如果他真的没有炎症 如果他真的心理上阴度收缩 变成竞联的情况之后 我们都可以处理 通常我们会建议他用一些抗张器 慢慢去适应 即是说有一些物质在阴度里面 他觉得是 不会觉得很痛楚 又不会觉得是痛苦 亦都不会觉得有異物在 他的功能上 即是说他去到行防方面 他就会改善 但这些是需要一些时间 当然最好由他先生帮他做治疗 用一些抗张器 让他觉得原来有些物质在阴度 都不是一件难事 一件痛苦的事 慢慢让他的心情放松 医生我代表一些正常男士 心目中有一条虫 问这个问题 每个男士都想劲一点 正常的 又不是有背底功能障碍 坊间看到很多新闻 打开互联网更多 又劲一点又大又长一点 在医生的角度来说 这些事存不存在 有没有需要呢 其实真的没有需要 我们说长一点大一点 长一点大一点 其实没有一个实质的研究 证明长一点大一点 性生活是会满足一点 其实你是心理上觉得自己威风 但在性生活上 第一 你不会觉得欢愉感多一点 而且女士来说 都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女士的阴度是可以膨胀的 所以你长大或者粗一点 都不会对她有一个特别的感受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需要去做的问题 时间长一点 其实这也是错误的观念 其实在2005年世界性学大会 已经做了一个全球的研究 各位听众都可能想知道 一个性生活是多长时间 其实现在互联网 其实全部都是夸张其次 那个时间 平均是五至三分钟 五至三分钟 有些说一小时 很多人吹牛 有些朋友吹牛 或者两个小时 那些通常都是吹牛 做完整的调查 平均时间是五至三分钟 当然这个平均时间 可能有些人三分钟 可能有些人是十三分钟 大概都是这样 如果你说 为何我们在互联网 看到有些人做半个小时 多数可能是剪接 或者是服用了一些药物 去延迟她 但我们又是这样说 吃些药物 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 吃药物又会对身体 会有些副作用 我们就不觉得需要这样去做 如果你说真的有毛病 我们说早舌 就是少于一分钟 真的有毛病 我们还说 你要九成次数以上 都会这么快 你才需要找医生去处理 偶然一次半次 就不叫早舌 或者我们叫控射障碍 再说 少于一分钟 就会觉得是一个问题 医生提到早舌的问题 是甚麽原因导致这样 有些人说不是 你当然看得多小孩 你自己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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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弹 治疗是否也有弱食 其实早舌的成因有很多议论纷纷 最主要是射精是一个反射 人的神经组合反射太快 有些人认为 可能是归头的敏感度过高 有些人认为是否天生 有些人认为是前列腺炎 或其他方面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 就是前列腺炎 或是甲抗 那些病 真的会有些计法性 如果这些问题处起了就会好 但我们说法联 绝大部份的男士 我们都叫做先天性 即是原发性 就是他身体的构造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快 这个纯粹是因为他神经反射太快 不是他身体哪里差了 哪里弱了 有没有弱食 有些人认为是不开心 可能会有弱食 但我们要先知声明 就是说 男性如果撥起不了 我们就吃刚才说的鱼鱼钢 柳威大西士的药 但那些药不会令到你延迟射症 如果硬度提升了 但病人如果是早舌 他一样会早舌 早舌是另一套神经系统控制的 所以他就吃一些我们叫SSRI类的药物 可以延迟神经反射 现在有些特制的药物可以令到神经反射延迟 但同样的道理 就不会吃一星期的药物可以康復 每行防一次就吃一次药物 将射精的时间延长 大概是四五分钟左右 通常我们会建议病 一小时前行防前一小时吃药物 没有一个手术或方法是可以做了之后 或是吃了一星期后就已经康復了 现在暂时还未做到 我听说有些手术可以擠一些硬纹 在那个地方 然后令到病毒 是否这些有什么 偶然我们都会见到一些傻瓜的病人 其实这些是很大的风险 因为你放一些耳物在这里 会发炎 还有放在那里 除了时间可能会被皮穿破 走出来 还有未必会引致快感提高 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 因为其实风险危险都很大 即是不值得做 不值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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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在这方面 在女性用药方面 我们男性说了 如果她太快 又会这样 有些女性高潮位 有些是否有药食 还是没有的 因为我听说有些药食之后很高 或者很快到的 有没有这些事情 女士很可惜暂时未有一个药物 可以令到她的性的兴趣 或者高潮加快 通常我们都会说 由男士去做多些功夫 包括刺激 帮助女士达到高潮 现在说在美国做很多研究 会否提高女士性的兴趣 和性的反应 但这些都是在试验阶段 未是批核 不要盲目相信 坊间有很多谣言 记得有什么事 请教主业人士 请教医生 多谢理议医生 谢谢